生儿育女是个重大责任 但政府会帮助你 我们将增加婴儿花红 为了更好的帮助父母应付照顾孩子的日常开支 政府增加了婴儿花红的现金部分 每名宝宝将获得额外两千元的现金 换句话说 第一和第二个孩子的现金花红是每人八千元 第三和第四个孩子的现金花红是每人一万元 额外的婴儿花红将在宝宝出生后的12到18个月内派发 为了更好的帮助孩子多的家庭 包括额外现金在内的婴儿花红不再只限于首四个孩子 第五个和以上的孩子也会各获得一万元的现金花红 为了让父母更好地应付新生婴儿的医药开支 每个新生宝宝将获得额外一千元的保健储蓄补贴 总额达四千元 保健储蓄补贴增加后 将足以支付孩子的终身健保保费直到二十一岁 以及在综合诊疗所注射推荐疫苗的费用 各位父亲你在抚养孩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你责无旁贷 照顾和抚养孩子长大不只是妻子的责任 由政府承担的有心陪产假 已经从一个星期增加到两个星期 这是为了帮助丈夫们在妻子生产后更好地支持她 政府鼓励雇主自愿推行这额外一个星期的陪产假 公共服务将带头推行 婴儿花红 保健储蓄补贴和陪产假的新措施 从今年1月1日起生效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